前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冰 上月刚刚也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 揭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而震惊海外 六四前夕她的新书《天安门屠杀》又在香港出版 记录了1989年六四前夕到凌晨 中共血腥涂成的罪恶令人震撼 1989年还在读高中的杜冰 有关六四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 直到2004年透过翻墙软件才看到六四屠杀的真相 促使他花了八年收集资料编辑此书 这本厚达559页的新书 记录了1989年6月3日晚上9点至6月4日凌晨所发生的事情 杜冰将所收集到的亲历者的故事 用拼贴式的方式还原了事件的全貌 相对于马三家对女人的酷刑折磨 六四屠杀则是中共公开的杀人 整个屠杀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依然是一个谜 因为有的一些尸体当时就已经被破坏了 比方说就被坦克车或装甲车碾碎了 有的就秘密地处理了 具体死了多少不会有任何证实的数 这个事件的最大的悲剧就是你死了 你都没有在这个死亡之内 但重要的是透过亲历者的只字片语 人们不会忘记中共的罪恶 杜斌在前言写道 天安门屠杀这是中共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